出来混总是要碰的 管球它 吃 叠 在家成为美食达人 出门成功创业当老板 大家好 我是品诺阿杜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 一想到就直流口水的 洗纸烧烤 话不多说 咱们先从制作酱料开始 首先需要制作一个瓷不辣椒 瓷不辣椒 咱们选用的辣椒是性感的子弹头辣椒 锅中多加一点自来水 水开下入子弹头辣椒 10克 煮10分钟 关火再泡15分钟 然后把它捞出 剁碎 炒酱会用到葱姜蒜洋葱香菜 给油去腥 大葱切成马蹄状 生姜切片 这个生姜就不用去皮了 洋葱切丝 大蒜拍开 香菜直接用整根的 这些香料提前用清水泡湿 炒的时候就不容易炒糊 香料的具体比例 我已打在屏幕上方 这是大清早去市场买的 一两二师兄入末 需要提前先炒一下 锅内放入50克色拉油 凉油下入入末 搅散后开火 炒到入末变色 离火出锅备用 所有准备工作准备完成 开始炒制酱料 锅内加入色拉油300克 牛油50克 牛油融化后 咱们下入葱姜蒜 洋葱香菜 紧接着下入泡好的香料 开中小火炸到干黄 关火捞出所有料渣 然后等油温降到120度 下入豆瓣酱200克 搅拌均匀 开小火炒出香味后 下入刚才做好的瓷巴辣椒 炒到辣椒片发干 下入入末 搅拌均匀 下入辣椒粉10克 然后加入辣米子酱 搅拌均匀 这样咱们的香辣酱就制作完成 制作的过程中 全程都要用小火 没有蒜的细致烧烤是没有灵魂的 咱们现在开始制作蒜蓉酱 200克蒜末 加入迷人的小米辣5克 再加点泡椒10克 再来上40克蒜蓉辣酱 锅内加入鸡油200克 鸡油温度升到120度 下入刚才配好的蒜末 炒出香味 加入鸡汁10克 搅拌均匀 这样咱们的蒜蓉酱就制作完成 制作蒜蓉酱就是这么简单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准备完成 想到就有点小心动 现在开始烧烤 锡纸盒里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我呢就喜欢吃这些蔬菜 干货来了 先烤一个锡纸烤花甲 再来个锡纸烤豆腐 最后再来一个烤小黄鱼 哎呦 有点大 这个小黄鱼有点大 咱们只能这样放了 加入高汤 加入我们做好的蜜汁酱 再加入蒜蓉酱 调入盐 味精 鸡精 胡椒粉 烧开后撒入香葱 香菜 小米辣 这样香辣美味 这蒜香铺鼻的锡纸烧烤就制作完成 想要做好这个锡纸烧烤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配料一定要精准 炒制的过程中全程用小火 防止糊锅 虽然蒜酱比较简单 但是制作的过程中油温不要太高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学习更多 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